使命召唤20和19在不用加速器的情况下 能不能玩单机剧情模式 现在我并没有连加速器 这个很正常 我们选择离线 离线之后 左侧是现在战争3的剧情模式 第二个是现在战争2 也就是使命召唤19的剧情模式 右侧还有两个 一个是20的多人模式和19的多人模式 首先我们看20的单机剧情 现在是可以的 至少说是在今天2023年11月10号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测试19的剧情单机 这个状态停留了很久 我点一下取消吧 登录这个肯定是进不去的 因为现在没有加速器 我再点取消 然后选择离线 OK 也是可以玩的 啪啪打脸 您上午未拥有单人 有心那个光晴 吓得天了 这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需要加速器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使用加速器之后进入使用召唤19和20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以训游加速器为例 现在已经连上了 好 现在正式进入游戏 正在登录在线服务器 正在检查更新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网游 经常有更新 但这个更新是在COD的服务器上面更新 并不是在PSN索尼的服务器上更新 网游都这样 网游都这样 像元神啊 还有其他网游也都是这样 因为这种小古丁每天可能都会发布 看 已经更新完了 需要重启 这下应该可以进了 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使用召唤19和20的界面了 咱们看一下 左侧L2是可以切换的 当前热门 现在战争23和22 23就是20 22就是19 第一个是COD20的单人剧情 这也是20的 这都是线上模式 最后是丧尸模式 这是现在战争3的多人模式 丧尸模式 剧情模式 这也是战争地带 再往下 这是19 再往下 这是18吧 19的剧情模式是在这一行 多人全面战争突袭合作模式 剧情 咱们看一下剧情能不能进 进来了 然后它的背景和刚才也不一样了 咱们进游戏看一下 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COD19和20 目前来看19的单机剧情需要加速器 20的单机剧情是不需要加速器的 它在线上模式都需要加速器 最后咱们再看一眼 20的线上模式长什么样 看一下丧尸模式 丧尸模式怎么玩 对了最后说一下 COD19或者20是支持体感瞄准的 我建议大家在控制器里面打开体感 切换到瞄准 单机剧情是不支持体感的 就是动态感测器 开启就行了 好了一会我要玩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再见